好那我们就在谈这个美牛的问题 当初呢其实马政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就积极要让美牛能够进入台湾 让台湾能够跟美国进入重新进入TIFA这个谈判阶段 要进入FTA的阶段 但是这就是拖了很多时间 而这拖呢就是因为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呢 然后一些台湾所谓社会运动者呢 在台湾制造这个无聊 我认为是非常无聊的诊断 因为你讲吃美牛的话有问题的话 那请问各位你如果到美国来旅游的时候 你吃不吃麦当劳呢 或者是你吃不吃牛排呢来美国的时候 那我难道我是神经病吗 我每天在这边吃美国牛肉 所以这个是不合理的 这完全从美国的观点来看 这完全是借一个非常非常稀有罕见的疾病 来进行台湾所谓保护主业 对农业 尤其是中南部农业进行的一些保护 保护的农业进行的保护 那这是无法在FTA签订时可以让美国接受的 尤其是美国这种大国 他不在乎你台湾 他根本不在乎你台湾这一点小市场 所以他自然可以很高调的要求来这些条件 那台湾呢 这个对台湾 对于美国 美国对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输出市场 但是台湾人就没有这种 you know 师大不如师小这种观念 而且我认为这跟台湾的民众 因为长期国民党 或者是日据时代统治长期高压的环境以后 然后到民主化以后的时候 很多年轻人就有这种思想 就认为我喜欢为什么不可以 所以我如果喜欢美牛不准让他进来 为什么不可以 然后就没有仔细思考到 你不知道美国牛进来一下以后 严重的后果 但是呢 话又讲回来 这个韩国跟美国FTA的谈判 他其实很早很早就开始 我还记得我在 UCLA读大学的时候 大概1996年1997年的时候 那时候 我记得还记得很清楚 洛杉矶时报 就已经讲美国跟韩国谈判的 自由FTA谈判的进度 然后而且讲到大幅超越日本 其实美国最有兴趣在亚洲谈FTA的国家 其实是日本 但是日本就跟台湾一样 人民非常不愿意面对外面的世界 积极对外开放 所以长期的呢 在贸易谈判上不愿意让步 而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市场攻守让人 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但是呢 就说 我还要讲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 我想问你问 就是为什么在1996年97年 是在李登辉时代 或在2000年以后 在陈水扁的时代 为什么台湾没有 那时候没有积极像学韩国 积极展开FTA的讨论 这个是我认为这个 李登辉政府跟陈水扁政府要负很大的责任 他们长期锁国的这种政策 把台湾带到了今天这种非常糟糕的阶段 所以马英九 我觉得他做的是很对 尤其在自由贸易这方面 他做的是很对 因为他积极的想弥补这个韩国 积极弥补在美国跟欧洲谈判的不足 然后他用政治的关系 想要把这样跟大陆 中国大陆很快的签订 签订AGBA 然后最近又有服贸协定 货贸协定又可以签订 来弥补这个台湾 在其他大贸易区 大幅落后韩国的事实 然后呢 这个 然后有一个 贝利赵跟我讲说 为什么台湾 中国大陆是对台湾有威胁的一个国家 所以台湾 与其跟中国大陆签 还不如跟印度签 问题是印度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它有非常大的市场 你在台湾跟印度签的时候 你不需要做更多的让步吗 我不相信 第一个 第二个印度是讲英文的一个社会 他起码他精英的族群是讲英文的社会 你中国人 对不起 台湾人 你要进入日子进入的市场 在文化不同 言语不同的话 是非常困难的 这跟台商要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这完全是两回事 那 OK 那我们再 OK 那最后我想讲一下的话是 很多泛率的人 他们批评台商去台湾 去大陆投资 然后把钱留在那里 然后说 这所以造成台湾进行的问题 那我想请问各位 难道台湾要回到1950年代 1960年代 所有资金所有的人 不让大家离开台湾吗 都锁在台湾里面吗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OK 你今天只要一点 你只要有一点动静 政府要任何 任何想要限制资本移动的企图 这台湾资本马上跑光光 所以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不对的 所以我认为你要想办法 台湾要想办法做的是 要怎么样让台商的资金 能够投入回到台湾 然后投入台湾经济生产的体系 第一个 第二个你要积极吸引外资 投入台湾的生产 当然这个做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台湾 第一个我就想 台湾的法治还是有问题 你这一次王金平去关缩 关缩 替这个柯建民关缩 你这在外商的观点来看 我问了我妹妹一下 因为她现在在Johnson & Johnson 做企业的主管 她本来是在华尔企业 她就讲 这个国际大企业 她到一个国家投资的时候 她必须要审慎的观察 这国家的法律跟她的法庭 能不能说每一次在裁判的时候都不受政治的影响 而且呢 每一次都可以做出她可以 她大概可以估计的审判结果 因为如果她没有办法做到 因为如果台湾的法律法庭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她就会认为这些大的国际公司 跨国公司就认为她的权益可能会受损 然后呢 她我妹妹要讲 如果说台湾继续让像王金平这一类人干预他的法院 干预他的司法系统的话 越来越多外国大公司 尤其是软体公司 软体公司跟IT产业 这外籍的大企业 她越来越会呢 把她的投资从台湾转向中国大陆 或者是印度 OK 那你会问 我想你们大家一定会问 那中国大陆的法治不是更差吗 是没有错 中国大陆的法治是更差 但是呢 中国大陆跟印度 他们有非常大的市场 所以呢 国际大公司愿意冒这个风险 即使在司法不公的情形之下 继续到这个印度 或者是中国大陆投资 但是你在台湾这么小的市场 跟新加坡 跟香港一样 你这国际大公司呢 尤其是软体公司 IT公司 他如果今天到你 这个国家投资 他很容易就会发生在 Pattern 在专利权上面的官司 比如说他可能 Hire一些 他雇用一些软体工程师 这个软体公司走了以后 就把他机密就带走了 然后到另外一个公司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就很容易 就非常需要仰赖司法的一个公正性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台湾的这些司法的问题呢 是非常非对台湾的经济发展 尤其是IT软体产业发展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当然我们话说回来 马总统也在这个 在他的总统任内 也做一些错的事情 主要错的事情 主要就讲正所税 在台湾这么需要 积极仰赖 吸引外面的投资的时候 你开一个正所税 阻挡了外国的这个资本 流向台湾的股票市场 让台湾企业筹资 然后在台湾投资更为的困难 这讲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但是呢 他其实应该做 马总统其实应该做的事情 是应该增加台湾 所有不动产的这个 的税收 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节目 他说台湾的实质上的 不动产的这个一年的税率 大概只有0.1%到0.2% 在美国的话 或其他 在美国的话 通常是1%左右 是我们的地产税 所以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台湾就有大量的资本 流入房地产的市场 所以呢 所有钱都没有进入再生产事业 所以至少 至少台湾 经济上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以后 其他事情再谈 拜拜